起 morning 起呢 起儿 起来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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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都是 满 espera 啊 还有还有 这有些什么 这有些什么 没有啊 什么呢 你们刚来了 干吗 干吗 他们又来了 他们又来了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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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们 真是天助我也呀 我说啊 各位 你们走还是不走啊 我看这赏火有点古怪 多半是你们干的 是又怎么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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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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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 回去告诉我们薛达春 有我们阿勇真在 他就休想八战眨北 好 好 好 滚吧 滚吧 走 快 快 pek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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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让开啊 谁剁了他的手 赏大洋一百 好 不 来 走 干 她 她 圆长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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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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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给我住手 住手 退后 姓蒋呢 这儿没你事 赶快走开 没我的事 道爷 怕是都快弄出人命了吧 再说了我来可不是管你们打架的 我是来抓这个人的 马永贞 我怀疑你跟渣北的纵火案有关 请跟我回巡捕房接受调查 走 慢着 姓蒋呢 他可是薛爷要的人 你不能带他走 道爷 是不是薛爷要的人 这我管不着 我只知道 我得抓他回去 由法国领事馆处置 你 走 马永贞 你还把我当兄弟吗 世光 你要是不把我当兄弟 现在马上走 你失死失活我绝不拦你 如果你还把我当兄弟 就听我一句全 马上从后面走 走得越远越好 其他事情我来处理 世光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可我就这么走了 扎北的老百姓怎么办 你怎么办 难道要我马永贞 背心弃义 从此苟活在这个世上吗 好 那你送死好了 为了你的罪业 为了你的道义 等你死了 我看你拿什么手 帮我扎北到老百姓 我 送行有令 让你马上去见他 你 给我滚出去 这是徐牧房 不是你的避难所 给我赶他走 等一等 我自己回来 马永贞 你今天就是插翅也南飞 趁早乖乖跟我们回去 向薛老板请罪 没准还能饶你一条狗命 我马永贞 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就算薛长春不来找我 我也正要去找他 没有人 我便要去找他 我还没法打破 你避难 我能够帮你 走に行 你不怕死 我快去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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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去哪门 我快去哪门 你快去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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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去哪门 你再门 你是来找我的吗 你也要我走 每一个在乎你的人 都不想看着你去死 你真的在乎我 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说笑 好 我也不跟你说笑 我不会走的 你 我马永珍从小就是烂命一条 不值钱 如果用我的命 能换来扎北老百姓的命 何乐而不为呢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的命是不值钱的 你马永珍也是一样 如果连你都不懂得珍惜自己 大概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人会珍惜你了 我不是不珍惜自己 这个世上 还有我太多牵挂的人 我娘 世光 葛堡 葛申 还有扎北的老百姓 小白 还有我渺无音讯的妹妹 还有你 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们 真的舍不得 其实 事情未必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今天大家都以为我 不能活着走出五湖帮 但现在 我还不是好好的吗 不错 本来我以为 今天早上是我最后一次见你 你要知道 你不是像猫一样有九条命的 你也不是每一次都逃得了鬼门关 就算你逃得了今天早上这一次 你也逃不了夺龙边 就算你逃得了夺龙边 你也逃不了永无休止的仇杀 只要你还活在这世上一天 他们就永远都不会放过你的 既然是这样 我逃到哪里都是同一个结果 同一个宿命 与其像老鼠一样 被人追着赶着东奔西跑 我还不如活得像个男子汉 顶天立地 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 你以为整个上海滩 会因为你而改变吗 你仔细想想 这可能吗 我一个人当然改变不了什么 但如果上海滩 每个人都像我这样 还有什么改变不了 就算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也绝不会被别人改变 像个懦夫 好 我承认你不是一个懦夫 但是你是一个笨蛋 一个大笨蛋 好 这么晚了 去哪儿了 我承认你 唱完戏以后 就去江边吹了吹风 怎么 生我气了 薛爷 举尔 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惹您生气了 嗯 还不是因为那个马永珍 要不是你为他求情 他能活到今天吗 结果搞得我这么狼狈 吃了那么大的亏 是 就为了这事生气啊 那好办 我看薛爷 不如一刀把我杀了 这样总能泄愤了吧 我的气还没消呢 怎么你的气就来了 薛爷 在您的面前 我哪敢生气啊 举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戏子罢了 哪敢生薛爷您的气啊 好 好 好 你看你 这话里话外 都透着酸劲儿 还说没生气 嗯 我这也是实话实说 俱迟啊 我知道 你心里一直在生我的气 虽然你嘴上不说 但我心里却清楚得很 是吗 那薛爷您倒是说说 我生您什么气了 你还不是气我把你交给卢大帅 薛爷 今天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举尺也有几句话要说了 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 家里人死于战乱 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后来被卖到了戏班 受尽凌辱 如果不是碰到薛爷您 把我从那里带出来 把我从那里带出来 我柳俱迟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没错 您把我交给卢大帅 我确实心有不快 但如果俱迟这么做 能报答薛爷的恩情 我心甘情愿 你不就这么做 你自己有没有 什么都要做 你必须要肯定 这什么都不愚定 本来的 帅帅 好 可是这样一来 有卢大帅在背后给我们撑腰 他白赖利就不敢来跟我们斗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凭空钻出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马永珍 搞得我五湖王颜面无存 还让我在领事馆 赔上了一大笔钱 这笔账 我早晚要跟他清算 有东西 学尹 您还是少喝点吧 难得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开心 好 听你的 但是我要喝最后一杯 巨迟 给我买上 五天以后 杀了马永珍这臭小子 到时候 好好地喝一次 小兄弟 收摊了 明天再来吧 马永珍 你是马永珍 你认得我 认得认得 今天早上要不是你 我就没命了 原来是你啊 是吧 是吧 马大哥 你可真是个大英雄啊 不等今天早上救了我 而且还把五湖帮那帮人 打打打打 打得落花流水啊 我看着都解气 马大哥 你真棒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闻小颜 马大哥 你叫我小颜就行了 小颜 对了 小颜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忙 马大哥 你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说 小颜 你爹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傻孩子 我看你是饿昏了头吧 快睡觉吧 明天早上起来 咱们呢 再一起出去找吃的 快睡吧 快睡吧 睡吧 爹 我真的闻到香味儿了 对 好像是烤红薯的味道 好像是永珍哪 还带了一个人哪 肯定是给我们带好吃的来了 永珍 马大哥 永珍 马大哥回来了 马大哥回来了 永珍 狗大叔 小颜 回来了 回来了 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啊 来 小颜 给你的 谢谢马大哥 我就说嘛 就是烤红薯 来来来 大家都演啊 来来来 都别客气啊 别客气啊 想吃多少拿多少啊 我请客 不够我再给大家烤 好 这儿还有很多的 来来来来 别客气 别客气 都有啊 每个人都有啊 来 这位小兄弟是 我叫小颜 是马英雄让我来的 这个给你 谢谢啊 马大哥 真好吃 要不要再来一个 老颜 你怎么不吃啊 我吃过了 那个小颜呢 我看还是不够 你再帮忙烤点 我付你钱 没问题 但是 马英雄 你要是付钱 我可就不烤了 那好 谢谢了啊 那烤吧 永珍啊 那多龙边的事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这个 马大哥 这事我进去支持你 到时候 别忘了把我也给叫上 让我也开开眼 行 这位兄弟 你知道什么叫多龙边吗 我当然知道了 我道上也有朋友 我都知道 就是 没见过 你既然知道 还要马大哥去 这么露脸的事 为什么不去啊 露脸 多龙边的是要命的事 搞不好 把命都搭理 你的地方我不吃了 我也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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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了 好了好了 别扔了 小颜也没有恶意 先添饱肚子再说吧 好好好 先吃先吃 马大哥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天大的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红薯 红薯 什么消息啊 今天咱们 吃了个小め的 好消息啊 好消息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 还有啊 还有 他亲自点名啊 马永珍 马大哥 就是他 马大哥 亲自去领善款 让他去领善款 是吧 你们说 这个消息 是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行了行了行了 那什么 那谁 给我烤上几个上好的红薯 我再给你们信量 没让你看 把字签了就行了 赵总 那我签的是什么呀 一份是渣北的火灾报告 一份是马永珍跟五湖帮聚中斗殴的报告 这两件事 你都在场 就是当事的寻补 不 签个字 证明一下 证明什么 你这个蠢货 当然是证明火灾是意外失火 跟五湖帮没关系 马永珍跟五湖帮的冲突 那是他们自己包围的事 与火灾无关 都放了 不 你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后啊 如果有什么事情 什么工董部啊 工租界啊 记者呢 查问 你就按这个报告上的说 是 要不然啊 你不但饭完保不住 脑子也得搬家 明白 赵总 还有 以后不要跟那个马永珍来往 给我招事 知道吗 你好 马先生 你是 我是市长的秘书 再次恭迎马先生 马大哥 市长秘书亲自迎接你 你 你这面子可真够大的 我也跟你掌掌功 好 走吧 有请 不好意思 市长吩咐 只让马先生一个人进去 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吧 我 我是马先生的保镖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啊 小言 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我很快就出来 马先生 请 请 市长秘书 又不是市长 你装什么呢 请 马先生 请坐 领事先生和梅市长 这就出来了 坐 很回事 坐课 你上了 拿到那先拍了再说两个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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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拍两个照片 你的这还能说出来 这还能说出来 是 那lyn 来自 thi�들 诸位 大家请安静一下 下面记者招待会开始 有请皮亚先生讲话 诸位 感谢来参加这个招待会 首先 我代表法国领事馆 对这一次在渣北发生的火灾 以及向火灾遭受不幸的居民 表示同情和哀悼 为此 本人本着上主联名之心 以法国领事馆的名义 捐出五万大洋 希望可以帮助渣北的灾民们 重建家园 但是有一个问题 让我很苦恼 也非常的生气 所以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 在这里 当着大家的面澄清一下事实 渣北的火灾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事情 但是我想不通 为什么有一些人 会把这件事情说成遥远 说我们的法国领事馆和你们的政府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这样的诽谤是毫无证据的 时间会证明这一切 所以下面我请你们的梅市长讲话 诸位 诸位 首先请允许我 为皮亚先生的这种不分民族 不分国界的 最崇高最伟大的情操 表示致敬 其实皮亚先生捐出五万大洋 对于谣言来说 已经是不攻自破 但是对于我们政府来说 渣北的火灾这么大的事 还是要坚决追查到底的 所以我以市政府的名义 责令相关部门 马上对火灾一事 做出最彻底的调查 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根据消防局的报告 渣北火灾的起因 是由当地居民用火不当而引起的 绝非谣言所说是有人纵火 安静 安静 另外 在火灾发生之后 接连发生了一些冲突事件 并有人谣传是与纵火案有关 因此责令巡捕房的 赵总巡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就在赵总巡对这件事 进行一番深入调查的时候 巡捕房的一位巡捕来反映 说他自己曾亲眼目睹了 整个事件的过程 就是这位巡捕蒋世光先生 根据蒋世光的报告 这起冲突事件实属五湖邦内部的争执 而且作为一名保一方平安的巡捕 蒋世光也及时出手制止了双方的打斗 当然 对于这种危害社会安宁的事 我是绝对不允许发生在我们上海的 为此巡捕房方面 已经做出了严肃的处理 而争执双方也都达成一致 决定私下解决 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那么等散会以后 赵总巡会将这两份报告分发给大家 我希望在座的记者 拿出你们的职业精神和道德良知 让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 不要再被谣言所蛊惑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下面就有请皮亚先生 将赈灾款交给灾民代表马永珍 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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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砸北火灾的受害人之一 同时也是与五湖帮冲突事件的当事人之一 你接受这笔捐款 是不是也就等同于 你默认了消防局与寻补房所调查的结果 我接受这笔捐款 是因为扎北的灾民 的确需要这笔钱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而且 我认为这笔钱 我认为这笔钱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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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不就是一张纸吗 这能当钱啊 一张纸 这是钱吗 这是钱吗 哎哎哎哎哎哎 不懂了吧 想不老了吗 这东西叫什么呀 叫银票 银票 银票 能当钱花吗 银票能当钱吗 银票它就是钱 只要把它拿到银行一对 那可就是白画画的现大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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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吹了 你说点正经的 我吹什么呀 大伙儿不信是吧 不信你问他 是不是 他说的对 这就是钱 怎么样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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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有钱了 我们有钱了 有钱了 有了这笔钱 我们就可以重建家园 好 好 大哥那咱们说干就干 我也来参与 你不去卖烤红薯了吗 耽搁几天不碍事的 我又不是没饭吃 再说了 我是个孤儿 从小就没人照顾 能跟马大哥在一起 我终于有家的感觉了 哎哎哎哎哎哎 以后啊 我就跟着你们住 行吗 行哎哎哎哎哎呀 好啊兄弟 只要你不嫌弃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 我还嫌弃 那跟你们在一起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太好了 那我以后啊 又多了一个 能给我好吃的 大哥哥了 好啊 好啊 这样吧 我们先按每家每户 分发一些应急的钱 剩下的就去市场上 买些木料上 大家同心协力 重建家园 好 好 好 曼大哥 要不这么着吧 咱们先把钱分了 啊 你说什么 这 不是 咱不是一家人吗 谁跟你是一家人哪 就是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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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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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营少帅考察回户 敬礼 再加尴兴 我 去 好 我去 小帅 drei 宫营呢 他被捏了 你住了 我去 你住了 你住了 人家 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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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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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帅到 爹 爹 咱们去了这么久啊 不是说上个月就能回来吗 爹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日本内阁议员金天巴的公子 金天武先生 金天先生 您好 领尊的大名我早就久养了 卢大帅 您好 你的中国话说得很标准吗 好 我父亲自小 就要求我研修中国文化 好好好 佩服 佩服啊 爹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段冷翠段小姐 段小姐 您好 卢大帅 您好 你们一路上车马劳顿 我也为诸位准备了酒菜 咱们边吃边聊 来 来来来来 到这里了 就跟自己家一样 来来来 喝一口 好 来 不要客气啊 好 吃 好 自小 你什么时候 在日本结交了这么一位漂亮姑娘啊 段小姐是日本的留学生 她就读于早稻田大学 是金田先生的朋友 我们两个是通过金田武先生认识的 嗯 两个中国人 要和一个日本人结识 有点意思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当然是缘分了 段小姐 你毕业了吗 刚毕业 本来想直接回家的 吃啊 但天子祥说要到上海 我就跟着一起来看看 那段小姐家在哪里啊 我老家在山东 不过有个二叔在上海做生意 挺好挺好 爹 您别光顾着跟段小姐说话 都把人家金田先生冷落了 罪过罪过 老夫自罚一杯 不敢不敢 陆大帅严重了 来来来 请 请 来 好 对了 我今天晚上包了立都 给子祥和两位接风 全上海的名人贵州也都到场了 好 两位一定要赏脸哪 卢大帅这么说了 我们怎么能不去呢 就是就是 你要不去 谁当我的舞伴啊 那就谢谢卢大帅的美意 你们都是我的贵宾 我尽一点地主制衣 也是应该的 来来来 我们一起再喝一杯 好 来 干杯 干 来 干 秦天兄 这是你的房间 有点浅漏 请你多包涵 少帅太客气了 哪里都是朋友嘛 给您添麻烦了 子祥 我想先去玩书架看看 要是方便的话 我就住他家里了 好 我送你 子祥 你看人家今天第一天来 你把人家扔在这儿不合适 你派个车送我过去就行了 对对对 荆天兄不好意思啊 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 我送冷翠下楼 帮他买个车 不用管我 忙你的好了 荆天兄 那咱们晚上去 我看你给你回头 我 Positive 我送你回头 我做事 你从小她来说 我给你回头 你走我 梦 你走我 我问你 你坐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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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请问您找谁啊 我找段殷志 好 您跟我来吧 请进 二叔 冷脆 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今天刚刚到 老板 要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去吧 来来 快坐快坐 二叔可是好几年没看见你了 你这次日本之行总算是有点成绩 不过 我们需要日本的支持 最主要的是 他能够提供军火给我们 在还没有把金天八争取过来之前 这只能算是你走出的第一步 所以 以后你还要多下点功夫才行啊 我明白爹 所以呢 我现在跟他们搞好关系 就是为了将来办起事来更容易些 嗯 话虽这么说 但现在日本政坛的斗争 也非常激烈 我们看好今天吧 同时 也要提防他被挤下台的可能 所以 你还要多留意日本政坛的变化啊 知道了 爹 对了 爹 南方的局势现在怎么样了 这个孙文 又在大力鼓吹北伐 看来他是想 一定要除掉我们而后怪啊 就凭他一生的兵力 我看不成气候吧 话虽如此 但我们绝不可调义轻心 要知道 爹对江山来之不易 以后还要你借下去呢 放心吧 爹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嗯 好了好了 我们不谈这个了 对了 我们谈谈 你那个段小姐吧 爹 爹看得出来 你对她有意思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吧 喜欢就是喜欢 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爹只是想知道 你对她是逢场作戏 还是来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这么漂亮又有气质的姑娘 也难怪你喜欢 但是 那个金田武 爹 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为了 干嘛 你是个女孩 我杀的 我杀我杀的 聖人家 我杀我杀你 很大的 她会 Zarate 是什么 我杀你 她还帅之的 我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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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们 你杀你 不要杀我杀我杀你 大家先停一下 停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侄女 段冷翠 大家好 她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要在上海住一段时间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你们要多帮她 知道吗 是 知道了 请大家多多关照 段小姐 有什么需要 您就尽管吩咐 我们一定会帮您的 好了 大家继续工作吧 好 好 好 张翠啊 你晚上还要去参加卢少帅的舞会 我呢 先送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好啊 你等我一下 段小姐 你好 我是小刘 您是第一次来上海吧 是啊 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嘛 倒是没有 不过 好玩的事可是不少 最轰动的就是马永珍和五湖帮之争了 到底什么事啊 对啊 你没听说过啊 对啊 真的 相当轰动啊 最新的一件大事啊 对啊 最新的一件大事啊 对啊 蚂蚁啊 对啊 很轰动啊 对啊 很轰动啊 特别轰动 对啊 好厉害啊 对啊 好厉害啊 对啊 好厉害啊 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嗯 我曾经说他 àng老板 还要跟我的东西 再见 何悟 主持人 我觉得 kalk 文 ィ 来 看见 看见了 卢大帅 王老板 坐坐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干干干干 好好好 我到那边来 请请请 请请请 梅市长 赵总徐 你们能来 真是不胜荣幸啊 大帅 您太客气了 您发甜的是我们的面子 应该是我们感到荣幸才对呀 就是 就是啊 今天晚上就算有天大的事 也大不过给少帅接风啊 好 为少帅干杯 来来 卢大帅 薛某来迟 恕罪恕罪 哪里哪里 刚好 刚好啊 柳小姐 您也来了 大帅好 啊 卢大帅 啊 白老板 半天没看见你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其感其感 只是小女梳妆打扮 耗负了一点时间 请大帅见谅啊 白小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打扮得这么漂亮 叫别的女士们怎么带下去啊 大帅 您也太夸张我了 再说了 出席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打扮一下 也是对您和少帅的尊重吗 白小姐 你可真会假话 不愧是白老板的女儿啊 对了 大帅 怎么没看见今晚的主角呢 这不来了吗 好 爹 大帅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梅市长 梅市长 您好 好 幸会 梅市长 这位是白老板 白老板 您好 白老板 您好 这位是段冷翠小姐 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来 开始吧 好 适配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各位来宾 首先 我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 来出席这个宴会 我刚从日本考察回来 同时也带来了两位客人 请大家允许我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位 是日本内阁议员 金田巴的公子 金田武先生 那么另一位呢 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段冷翠小姐 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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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日本留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我去我都不去 为了答谢大家的光临 脑翠 不如先由你为大家 勾勾一举吧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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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还望大家不要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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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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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这个人 这件事绝对不至于闹得满城风雨 让整个上海 都见识了五湖帮的威风啊 对了 听说过两天 马永贞要跟五湖帮夺龙鞭 徐老板 朕有此事吗 怎么 你白老板 也有兴趣过来看一下吗 那当然有这个兴趣了 穷一帮之力去对付一个人 我还真想看看薛老板 亲手栽培的爱将 是怎么样一个死法 请 卢大帅 薛老板 刘姑娘我给你送回来了 刚才我看你们俩聊得很开心 在聊什么 我正跟薛老板谈夺龙鞭的事呢 夺龙鞭 谁要夺龙鞭啊 是邦中的一个叛徒 他叫马永贞 马永贞 怎么 连刚归国的段小姐 也知道此人吗 只是听说而已 什么是独龙鞭 独龙鞭说起来很麻烦 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看看 我可以去吗 怎么不可以啊 在上海滩 有人给我面子 就没人敢不给你面子 大帅 我刚好缺一个公正人 如果大帅不嫌弃的话 就请大帅屈尊 做我的公正人怎么样 按理说呢 你们江湖上的事 我不想过问 但这事 是想让金田武先生 见识一下 那就破一次例 不过这个 抽签的人选吧 我想由柳小姐来待 请不吝点赞 即赞 请不吝点赞 二 也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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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知道马永珍是你带进武狐帮的 你不出面 难道要我出面吗 老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夺龙边 夺龙边非同小可 那 马永珍 他是个亡命之徒 弄不好 我这命要获礼打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怎么都坐这儿啊 马永珍呢 马大哥在里面睡觉呢 还睡觉呢 这马上夺龙边了 他还真睡得着 我们都劝过他好几遍了 可他说什么也不敢听啊 这么一大早就堵在我门口 想多睡一会儿都不行 马大哥 小包 世光 你来了 马 顺便路过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就打算 这么慷慨就义 永珍啊 你是不是 小包 我带你去后山 教你一套新的功夫 好不好 好啊好啊 马大哥 这样就算你以后不在了 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小包 你怎么说话呢你 马大哥 我也许 好 那走吧 走